欢迎收看运动看门道 看了就知道 今天要带大家看门道的项目式拳击 拳击又称西洋拳 划分为业余跟职业两大块 只有了三秒 有了 比赛进行方式是由两名选手使用戴着拳击手套的拳头 在一个方形擂台空间内向对方进行进攻 挥拳与防御的运动项目 哇两人两人都不含无论 真的难运的 与其他拳法跟竞技擂台比赛相较 最大的不同是不能使用脚来攻击对手 只专注在手部的动作与自身步伐的运用 拳击着重于快速度与快节奏 强调身体的协调平衡及快速的反应力 在气势上对它就不会放 它是有攻击的机会 但是简单的各种选法 却有着千万种变化与组合 近年来我国女子拳击颇有讲过 赵知名的好手包含陈彦琴 林玉婷 黄晓文及吴西云 其中黄晓文更在2020年东京奥运 吴西攻击量级赢得铜牌 这份荣耀也是台湾在奥运拳击场上的首面奖牌 更多拳击精彩赛事 请锁定MOE Sports频道